郭台銘日前表示 若當選總統會在90天內讓詐騙集團消失 院長怎麼看這段發言 覺得這樣可行嗎 打擊詐欺一直是我上陣以來 在治安方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打擊詐騙實際上需要有 不斷在技術上要精進 而且要加以修法 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刻不容返 需要現在就要來進行 不能夠等到下屆總統才來進行 因為打擊詐騙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已經請羅秉承政委督導相關部會進行精進 在明天的行政院院會 我們就會提出打擊詐欺行動綱領的1.5新版 希望能夠對於打擊犯罪提出更有效的辦法 包括修訂了這一個防炸的打擊詐騙的5法 也精進各式各樣的技術 希望能夠在打擊犯罪上能夠更加的精進 我們也歡迎大家提出任何有關於防炸的好的方法 在打擊詐騙的這一個工作上 我們已經有相關的對策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來積極參與這樣的工作 今天我們也特別來這裡 就是希望跨部會的做整合 然後把防炸的工作做好 來確保我們民眾財產的安全 謝謝 台市動聲提問 洪海創辦人郭台銘提出要在每個縣市蓋一座小的核電廠 院長認為可行嗎 院長洪海創辦人郭台銘拋出一縣市一小型核能電廠 請問院長怎麼看 自從前年的公投以來 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 台灣大多數的民眾都反對這個核市場的建立 而且這個非核家園以及淨寧排碳 已經是成為台灣的共識 也是全球的趨勢 至於這個小型核電廠或者其他的核能 像是核融合等 那這一些在設備上是否安全 在價格上是否平價 或者是否能夠在技術上都能夠來落實 我想還有待考慮 所以這件事情必須要審慎的來規劃